哈喽大家好,我是花蕾老师 那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分享运势的时间哦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 其实是2019年1月的一个我们的整体运势 那其实呢我们换个一年啊 我们有什么特别要特别注意的一些星象表现呢 其实呢南北焦点它换了轴线 换到了摩羯跟巨仙 所以呢这一年呢可能呢你会发生的事件 可能会跟居家生活 比如说买房子啊房地产的涨跌啊 甚至关于居家生活的一些布置 当然你有可能会远行 可能到外地工作离开家里 所以呢家庭中的一个主题非常的重要 也有可能是事业跟家庭的抉择哦 那当然呢其实今年呢 其实像金星火星呢 它其实是没有逆行的 所以在整个事件的发展来讲的话 它比较不会去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但是我们还是有几点要稍微留意一下 可能在2019年的年底呢 那个冥王星跟土星是合相 可能就会有一些社会动荡 跟有一些独裁的一个一些决定 当然我们可以继续收看花额占星的一个运势 那每个月呢都会给你有一些新的提醒 当然运势呢其实你也可以参考上升太阳星座 其实呢这都是一个值得提醒的地方哦 那如果你说老师到底要看哪个 通常呢两个都可以看 那如果喜欢我们呢也欢迎到我们的花额塔罗牌 帮我们Facebook帮我们按赞 那当然呢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你们想做什么样的心理测验跟星座运势哦 那话不多说我们来赶快进行我们的星座运势 我们讲到的是关于牡羊座 牡羊座在工作上面来讲 有一些反复无法处理的事情 常常影响着你的工作计划 或许你该重新的去换个方向去执行你的工作 舍弃不该留下的人事物 不然的话呢只会影响到你的工作的成功的一个 发展的一个空间哦 或许呢升职呢不如预期中的一个提拔 这个月有怀才不遇的一个负面的感受 但或许这都是一个过程 你再给自己呢一些自信 给一些目标 或许有一些新的机会或者是转机出现哦 那在人际关系上面来讲的话 人际关系呢容易遇到一些小人 或者是说呢因为口舌是非的关系呢 受到他人的挑拨离间 可能会想到身边的人呢对于你真实的感受 如果呢你真的觉得很委屈的时候 你其实还是要主动的去跟对方解释 有些时候呢问题还是要试着去表达出来 这样呢人呢才会觉得说 我明白你到底在想什么 不然的话你就会在人际上面容易有一些挫折的反应哦 在感情上面来讲有对象的人呢 两个人之间呢容易常常有一些争执与口角 你需要特别留意呢彼此的一个沟通 说他的方式也有可能容易产生误会 或许呢因为这样子你们的关系是有一些冷淡 甚至可能会不小心吵到分开哦 所以呢你要稍微的去包容跟体谅对方 站在对方的立场替对方着想 或者是两个人可以去寻找更多的一个交流方式 单身的人呢常常还是觉得寂寞 一个人呢还在想着过去你的情感的问题 不断的去整理自己的情感需求跟你的一些方向 总是呢虽然说身边还是会有些新的关系的一个出现 但是你好像目前没有办法做太多的选择 还是适合一个人来去做沉淀 所以在财务上面呢 你呢财务上有一些大量不必要花费的 财务会不断的有一些破财的现象 状况有点超乎自己的一些预期 可能会有一些债务啊欠卡债啊 你要克制自己的消费花费的一个冲动 然后呢你同志可能也不是这么的顺利 建议保守稳定为宜哦 以上是牡羊座的整体运势 接下来我们讲到是关于金牛座的一个一月份运势 在工作上面呢你工作跟上师容易有一些冲突跟争执 也有可能呢在工作上面的付出与金钱上不成正比 心里似乎有一些交瘁 你非常的想要放弃 但是呢其实在这个成功的过程中 你需要一些沉淀以及来准备一个期间 这段时间呢会有一些辛苦跟你的痛苦的部分 但是你需要更专注的目标往前走 这些都是一个考验的一个过程哦 那误会呢跟冲突有一天是会解开的 在人际上面呢 人际需要再多在乎身边的一些人的感受 当然呢其实你太忙碌了 所以跟朋友之间渐渐的有一些渐行渐远 以及不熟悉的部分 也有可能造成他人呢对于你的一些疏离啊 你希望别人如何对你之前 其实你要知道你要怎么去对待别人 或许真诚的与对方达成一个共识或者是告解 你们两个的关系或者是你的人际关系 会有一些真正的突破哦 在感情上面来讲的话 有对象的人呢 你需要的伴侣是跟对方呢 其实呢要对人生其实有相同理念的人 而且你希望你们两个彼此呢是言行能够一致 你对于关系呢需要有一些明确的目标 两个人都需要有一些智慧的一个交融 然后呢来发展你们的两性的关系的学习课题 这样的关系你们才会越来越好 或许呢你要给他一些时间去成长 让他理解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样的关系 然后两个人也会更进一步的去磨合跟沟通哦 单身的人呢其实暗恋的心情是无法诉说的 也没有办法去改变你喜欢的人的感受 如果你跟他之间真的没有机会 你就不要再特别的执着 或许换下一段关系其实你会更好的哦 那如果有别人想要介绍对象给你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直接去认识或者是把握一些机会 届时可以转移一下你的情感的信念 那你有机会遇到更好的哦 在财务来讲的话呢 这个月原本稳定的一个财务经济已经不再富裕且安全了 反而有一些岌岌可危的现象 一切事情呢都处于一个不平等的状态 原因呢可能是因为你的财务上啊都没有一些计划 所以导致莫名的一直不断的流失 或者你会不小心存小钱花大钱哦 还是要在生失而后行在你的金钱上面 以上呢是金牛座的整体运势 我们讲到的是关于双子座 那在工作上面来讲呢 这个月呢是着手新事物的一个适当时机 会出现了一些对的时间对的机会跟对的动机 使你的努力呢绝对是只会票价的 对于目标跟展开行动实现计划而言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你之前呢会为现实上扎下的一些良好的一个基础 所以新的计划跟规划可能会有所实现 有些贵人的建议清楚的方向 可以让你和意志力的一个 呃呃 制使的一个贯彻 大大的提升你的成功的可能性哦 在人际上面来讲 在人际关系 可能你会让别人觉得你不太那么亲近 或许最近心情总是写在你的脸上 会让别人呢去误解说 哦你非常的有距离感啊 甚至呢也会因为这样失去一些新的朋友 其实你的心态应该是要很敞开的 要学着去信任他人与信任自己的一个朋友的选择 其实很多朋友都是非常的关心你的哦 那在感情上面有对象的人呢 两个人的关系最近似乎比较平淡 各自满于自己的事情 也容易丢负面情绪给对方 造成彼此呢容易有一些委屈跟难过的一个状态 这样长期下来只会让彼此的关系呢 可能更有一些隔阂甚至消磨的现象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你或许该花点心思去经营彼此了 那或者呢你要多去讨对方欢心 给他呢一些惊喜 给他一些快乐 两个人其实都是还蛮务实的哦 那在单身的人呢来讲的话呢 或许有一段新的恋情啊 其实呢在于对方其实是非常受异性欢迎的 两个人呢其实对于生活上面的一个想法 其实是比较接近的 彼此呢其实在性格上面也是互补心 两个人在一起呢其实有一些默契 其实是蛮能配合的 不会因为呢特质方面的因素 而影响到你们的关系 两个人在一起如果能品尝爱情的一个喜悦 或许呢你也可以不断的去变个约会的地点 跟方式来令彼此感保持一些先赶进而在一起哦 在财务的部分来讲最近呢 其实没有特别想要去积极金钱 或者是想要赚钱的一个动力 会理性的想去消费 也蛮善于理财的 会寻求与自己性格互补之人成为合作或统知对象 那呢重视你的收入跟你的一个产值 当然呢你也能够用对等的方式跟代价得到自己想要的财物的东西哦 那以上呢是星座隐私的一个分享 巨蝎座呢在工作上面来讲 工作上呢要去着手新方案的一个时机 只是在那之前呢会有一些人事异动的一个状况 必须先要去解决 或许你的游移不定呢也会造成工作机会的措施 甚至延迟的现象哦 有很多计划呢又不去付诸行动 仇促不闲 也会让上市或他人觉得呢 你有一些好高勿远的想法 如果有些眼前的机会就赶快去执行吧 当然呢你也可以跟他人交流一些相关的资讯 或许会有一些新的启发跟贵人的帮忙 也会大大的提升呢别人对你的认同跟支持 或许眼前也有很多选择 但是呢其实你就先选择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状态哦 在人际关系上面来讲 关系上面呢其实容易不小心得罪他人 或许你还要再多留意他人的一些感受 那在给别人意见或是别人给你意见的时候 要多替他人着想 也不会强出风头 不然的话容易遭致小人的嫉妒跟误解 那做事情应该保守谨慎为一哦 在感情上面来讲呢 有对象的人呢 两个人之间容易被家人或朋友给作用 也许对方会常常觉得你并没有站在他的立场替他来着想 所以当他不被理解或不被尊重的时候呢 你或许可以换位思考一下 是否对方在最近的工作跟生活压力呢 其实是非常低潮 所以他常常会忍若你 或者是把情绪投射到你身上 或让你觉得他不重视你等等 其实关心彼此跟坦诚内心真正的感受 是增进跟改变你们彼此的感情方法哦 在诞生的人来讲 在工作上呢 会有一些学习的一个机会 当然呢 也会因为这样子的机会呢 认识一些新的对象 那也有可能透过你们的专业交流呢 认识与自己共同 志同道合甚至有未来目标 共同想法的伙伴进来成为伴侣 当然呢 彼此在性格上面非常的契合及稳定 所以呢 你可以尝试跟对方多相处一点 会有一些新的成长 以及对未来的学习成长的一个共识哦 财务状况来讲 会享有一些兼职 或者是第二份收入的一个想法 也许呢 其实你可以花钱去做一些学习跟进修 让自己的价值有所提升 你也可以多比价看看 也机会在金钱上面 跟价值上面有相对性的一个提升 投资上也有财务上面的一个获利 你或许可以多收集资讯哦 以上呢 是巨蟹座的一个整体运势 狮子座呢 在工作上面 工作上是趋于一个稳定 你正在寻找一种新的方式 来处理你现有的一个工作 面对工作压力 你可以试着再放轻松一点 你知道如此的工作反而可以更能成功 虽然这个成功 并不是在短时间之内可以看出来的 你所付出的耐心跟毅力呢 其实会得到缓解 甚至会得火爆 所以呢 或许你可以试着去包容不同的意见跟声音 你会有一些新的启发跟贵人的一个相助 那团队与同事之间呢 也会相互的帮忙 让工作上事半功倍 甚至更顺利执行 在人际上面 这个月呢 你更容易人是一些三教九流的一个朋友 也容易呢 在交际场上获得一些收益 朋友呢 觉得呢 跟你相处你是非常的真心 坚决做作的部分 当然也对朋友的关怀呢 你会大家觉得你非常的贴近人心 在人际关系上面也会有一些新的拓展 你可以多多把握 感情上面有对象的人呢 你常常呢 用情调啊 谅解啊 包容的一个态度 来面对你们长期忽视你需求的一些伴侣 但是呢 你需要呢 以开明跟沟通的一个方式来一起讨论你们之间的一些问题 并设法找出一些改善之间的部分 并实际上的去改变你们的关系 或许沟通都是你们一直以来的障碍跟问题 你可以多一点时间呢 来去跟彼此有一些交流的机会 那在单身的人来讲的话呢 其实你会容易在社交场合遇到对象 不过在你投入另外一段感情之前呢 你会花一段时间考虑观察清楚 对方是否真的适合自己 并不是盲目的又在进入一段 就是你不明朗的关系 又让自己有一些受伤 旧的伤口而反而也会这样子因此裂开 其实你该调整的是自己的问题 以及修复呢 其实过去的一些创伤跟你的回忆的部分 财务的部分来讲的话 那你有些厌倦金钱的一个游戏 也包括永无止境的一个职位的一个晋升的追求 跟薪资上面的一个累积 投资股票等等 你可能会卖掉或丢掉一些不需要的东西 来追求你的财富跟心灵的稳定 让你自己在生活之中可以再简单一些 或许生活的负担跟你的压力会轻松一点 而不再让自己陷入金钱的一个轮回之中哦 以上呢是狮子座的整体运势 接下来我们讲到的是关于处女座 在工作上面来讲呢 工作上要稍微注意同事之间的一些口声 容易呢在职场或者是说在竞争上有比较的一个心态 把工作上每一段过程都拿来呢 跟旁人或者是跟自己的预设立场做评比 那呢其实在做竞争 其实呢你也会因此常常觉得一些闷闷不乐 其实你拥有的机会跟知识 其实只要你愿意去说出来 大家都是愿意挺你甚至帮忙你的 很多事情你放在心里面太久了 反而呢心结就很难去打开哦 所以你千万别为了工作上的事情呢 影响到自己的生活 你还是有很多值得开心的事情 工作上的混乱跟纠结呢都只是一时的 真正的是你呢你的认真 也会在不久的将来被人家看见也有所突破 在人际上面来讲 人际呢其实有一些封闭 比较不太喜欢跟别人互斗 甚至交流 也或许跟朋友之间的相处上呢 容易有一些疙瘩跟障碍 会建议你赶快的来说开 不然这样也会影响到周遭别人对于一些你的观感 也会让别人觉得跟你相处有一些压力 跟一些负面情绪 或许呢你需要更多的微笑跟正向思考 来去吸引一些正向的朋友哦 那在感情上面来讲的话 有对象的人呢感情上面的意思呢 其实两个人呢可能会因为生活形态的一个不同 价值观跟想法上面的差异性 常常有一些冲突跟吵架 不过呢不会很严重影响到双方的一个进展 因为这样子的冲突反而是双方可以互相成长的一个方式 借由对方的冲突来了解彼时的一些的点 是一种新的一个进展 当然也或许有一些新的情绪的发生哦 那在单身呢 对于暗恋的人呢 容易胡思乱想 钻牛角尖 或者是猜忌对方是否有喜欢你 或许两个人之间相处的确是有一些暧昧 甚至呢有一些弱有事物的感觉 只要你是真心敞开 对方有一些沟通 两个人呢 其实也会有一些贵人的一个帮助 只要你呢 愿意去真心对待的话 当然呢 对于彼此的关系也会有一些正向的发展哦 在财务上面来讲 财务有一些复杂性 面对金钱上的分配 有一些利益上的冲突 该分清楚呢 白纸黑字也其实要显明白 可能跟朋友会有一些借贷的一些纠纷 对于金钱上的一些利益瓜葛呢 你会莫名其妙被牵扯进来 金钱上有一些不稳定 也不建议你有多项的投资 先稳住现况为宜哦 再来是我们天平座 在工作上面来讲呢 工作上可能还在炒创的一个计划期 也有可能是新计划还在努力执行中 当然有很多东西其实是没上轨道 也还在不稳定当中 也需要花多一点心思去经营跟拓展关系 当然也有可能呢 他是主管啊 所以他丢给你东西也特别的多 而且建议你呢 其实你常常也会有一些顾不暇及的状态 你还是要先把重要的事情给做完 不要一次做太多 这样反而会让事情变得更混乱 当然呢 如果呢 你想要面面俱到的话 实在是非常的有一些难度 也会因为呢 这一次的新的任务 或者是这些改变 会有一些新的收入跟升迁的机会哦 或许有一些不同的工作机会 你也可以好好的有一些把握 人际上面呢 人际其实是有一些盲点的 你总是会觉得他人呢 要听命于你 甚至呢 好像要以你为中心 但是呢 你常常会忽略他人的感受 其实呢 大家不说不代表对方不在意 有些时候还是要多观察他人的一个感受跟脸色 也学会呢 其实去多观察或关心别人 不要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思考 其实呢 朋友呢 不一定会明说 那这样他们也多少是想顾及到你的面子跟你的感觉 但是你可以再稍微注意一下 不然的话 也有可能会一直失去一些重要的朋友哦 在感情上面来讲的话 有对象的人呢 最近跟另外一半容易有一些距离 也会因为一些情绪 或者是因为一些烦心 你该尝试着去跟对方表达你的感受 关心对方 其实对方常常会觉得你似乎冷落了他 你只顾着自己的感受 这样子呢 反而呢 让两个人关系其实是越来越疏离的 再忙呢 其实也要记得跟另外一半有一些情感的交流哦 以及有一些新的计划跟小旅行的惊喜 但甚至的人呢 觉得呢 其实遇到的都是一些玩咖 或者是不是真心对待自己 对于爱情其实有一些迷惘 甚至一直觉得我好像一直遇不到适合的人 这个月重心呢 此时可以放在经营自己 去多多的社交跟结交新朋友 进而也会有一些新的好机会 重要的是呢 其实也要挑对场合去认识对象 如果是酒吧或者是夜店 那些可能都是一些花心往往的状态哦 那财务上面来讲 金钱上是蛮稳定的 如果呢 其实你想有些投资是有一些蛮大的获利的 甚至呢有一些别人会来找你做一些合伙跟投资的现象 或许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在风险评估之后呢 其实如果真的适合 你不妨让自己有勇于尝试一个冒险的机会哦 以上是天蹄座的整体律师 接下来我们讲到的是关于天蝎座 在工作上面跟生活上面容易呢 因为接触一些网路或者是一些资讯贸易等机会 当然也有可能是相关的部门有机会接触 这是一个非常可以让你改变的一个时间点 身边总是有贵人帮助着你 让你有再度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 其实都会有人轻易的帮你解决这个状态 虽然上司跟主管可能对你有一些现实上面的偏见 甚至说的方式常常让你觉得有一些不开心的部分 但其实他们都是为你好哦 也可以让你从挫折中学习的贵人 我觉得你可以多听听看别人给你的一些意见 多听多看多学习 可以为你带来新的视野跟成长 如果真的还是觉得做得很疲惫 你就让自己放个长假 让自己重新去思考跟整合 这份工作呢到底还要不要坚持下去 或许会有更换工作的时间点哦 在人机上面来讲 有机会在网路或者是社团里面呢 认识一些新的朋友 会一起做一些事情 是蛮开心的 当然呢也会借时遇到生活里面 或者是生命中的一些贵人哦 所以呢 如果你有一些新的交流跟新的回馈的话 你可以多去分享 那你有可能你会容易有 受到一些真心的一个对待哦 在感情上面来讲 有对象的人情感上 两个人既然已经决定在一起了 就应该好好的去经营 而不是呢把问题都怪在对方身上 其实心情也很容易呢 受到的是不被对方肯定或理解重视 而感到非常的委屈 但其实很多时候 其实并没有把问题真正的解说出来 你会觉得真结点呢 其实对方也不一定会理解啊 其实呢 关系其实呢 就是越来越多的问题了 既然你还爱他 那就好好的给沟通跟表达了一个机会哦 但真的人呢 你要特别小心身边的一些桃花 可能他是有对象或有老婆 或者是说有男朋友等等 他或许在关系上也正在做一个选择 对方也不见得是只有你一个选择 但其实呢 在跟他谈恋爱的一个过程 彼此并没有非常的适合 既然是单身 你可以再多考虑看看 或者是可以用一个长期的一个表现 来观察这个对方哦 那当然在财务上面呢 容易有一些股票的一个投资 建议可以放长期 你不要走短线 也或许呢 你可以考虑买一个长期的一个出续线 再或者是说基金理财等等 让自己可能有一些新的一个财务上面的经营的方式 也会有一些多余的钱 你可以拿来出续啊 之类的好时机 当然你对你的财务上一定有帮助的哦 接下来我们讲到的是关于射手座 在工作上面来讲 工作上总是会有贪然的干涉 或许参与跟给意见 让你的失去跟你的一个工作发展 其实呢你应该有自己的原则跟计划 并不是为了和平或者是盲目的一个去听同别人的想法跟意见 有些意见呢 其实早已违背你的目标了 目前也不是一个做决策的一个好时机 你应该多元性的去发展 多让自己有多一点新的尝试 不论呢是业绩的展现或者是年度计划的一个方针 其实你也可以跟公事跟同事们有一些特别的规划 不要老是呢 把决定的机会都丢给别人 那或许呢大家呢只会让你觉得说 哎好像更烦心合一 在人际上面来讲 人际上其实呢身边其实有一些是酒肉朋友啦 只是想利用你 不妨呢借此一些机会呢 其实尽早的一个疏离 有些关系呢 其实你也不知道怎么去拒绝 或者是做选择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呢 其实你内心早就已经不把对方当朋友了 其实你不用一昧的去迎合他 你还是可以有自己的新的选择来选择你的朋友哦 那感情的话呢 有对象的人两个人的关系中呢 有许多的顾忌跟不安全感 其实来自于关系上的建立不够稳定的现象 其实有些时候 对方只是想多关心你一点 但是呢你老是会觉得 啊有点烦心啊 甚至误会猜忌啊 其实偶尔出门报备 甚至呢你传个讯息问候 也会是一个甜蜜的加分啊 其实你也可以呢 跟对方扬扬的计划 跟生活让彼此更放心哦 但是那人呢 最近或许呢 刚看清一段关系 但呢其实呢 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可能刚离亲而已 这是一个重新选择 一个新关系的一个机会 身边也一直都有一些朋友的介绍 但自己还没准备好 其实也不用特别的去勉强 这是一个审视跟检视自己的好的机会哦 财务上呢容易有一些破财 也可以多去做一些 呃规划跟投资 当然呢 其实呢你也可以有一些布局 可能会有化解的部分 当然因为这因为年末的关系 所以呢有一些需要 必须采购的东西 你还是要小心 有可能不小心 就买了很多不必要的东西哦 以上呢是圣索座 我们讲到的是关于摩羯座 工作上面呢 其实有许多的压力 来自于别人对你的期待 与工作上的一个限制 而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 你让自己想要做转换 或者是换工作的其他的跑道 你总是觉得自己有一种 不被认同跟怀才不语 其实呢这样的成长一个过程 工作生活的困境都是为了让你更强大 如果觉得自己在面对大量的工作 或者是讯息的时候 总是喘不过气 你应该让自己停下来去思考 你重新计划 而不是盲目的接受他人给你的意见跟要求 这样却会像无头苍蝇般没有方向 你给自己的压力也很大 不如让自己休假休息沉淀一下 人际上面面对繁杂的一个社交的关系 你总是找不到一个平衡点 也想要和自己好好的也有一些独处 那呢却能拒绝不了他人对你的邀约 或者是社交的生活 其实你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个想法跟理念 不妨呢 其实如果你真的不喜欢的话呢 其实你就拒绝对方 赛选朋友其实对你非常的重要 如果是对方的问题已经严重 影响到你的生活的话 不如以盲目为借口就拒绝吧 在感情上面来讲 有对象的两个人关系其实蛮平稳的 那其实呢其实你应该要有一些去理解对方 因为对方有些生活习惯是让你蛮困扰甚至很无奈 甚至你会想要纠正他 但是或许你可以陪着他一起去做啊 而不是用命令或强势的一个口气呢 去要求他来改变 其实呢或许对于情感之中 你可以跟对方共同经历很多事情 对方呢其实也希望你有所陪伴 多鼓励对方你对于情感呢 可能会有很大的增温哦 那诞生的人呢容易遇到一些情感负面 低潮的一个对象 或许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会因为喜欢对方 而扮演一个开导者的一个角色 其实呢你想要的其实是相对性的平等 跟相处付出有时候你该适当的让你欣赏的对象 就知道你是很真诚的想要跟他交流这段关系 但如果你仍然觉得关系非常适合 你要考虑的是眼前的这个人 是否真的值得继续付出下去 财务上面来讲呢 这个月呢可能投资房地产啊 或者是不动产等机会容易有所收益 但是你还要注意一下商品的价值 是否真的符合市场的一个价格 也有可能会有所卖贵 或者是花钱在不必要的物品跟问题增结上面哦 以上呢是摩羯座 我们接下来讲到的是水瓶座 水瓶座工作上面来讲 有一些外来事物的一个干扰 让自己呢可能无法专心在置身的一个项目当中 或许呢你该拒绝的是与自己一些工作不相干的一个事物 也包括别人丢给你的烂摊子 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来整合学习跟计划你工作上面的程序 工作上有需要太多调整的事情 或许可以多参考前人或者是长辈给你的意见 你会因此有相对性的一个成长 你也要去多关心身边的同事与朋友 或许他们呢可以在你低潮的时候拉你一把 也有可能对你会有一些正面的影响哦 也容易有一些朋友或大客户介绍工作机会 在人际上面来讲容易遇到一些比年纪比你小的小朋友 当然也有可能从对方学习到一些现在社会新鲜男的一个想法 也有很多新的生活的交流 瞬间你觉得你自己变年轻的感觉 也可以多享受一些年轻人的一个社交圈 与心灵交流的关系 你也会让自己的事业有大大的提升跟加分的机会哦 有对象的人呢两个人的关系上面有一些目标上面的建立 也会有未来的共识生小孩啊或者结婚买房等等 这对于关系其实有大大的一个加分跟提升 情感上呢彼此也是越越熟悉 以及呢磨合的越来越稳定 所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单身的人呢有机会认识一些新的朋友 但是呢心动的机会其实不大 因为内心其实还是想要多比较看看 或许真的不要特别的急着做决定 你只要先去多了解身边这个对象给你的互动跟感受 或许有机会真的找到适合的那个他哦 财务上面来讲金钱上有一些偏财运 也会有机会小赚钱 你可以多了解一些储蓄的方式还有理财规划 或许小钱会慢慢的变大钱 也不要太急着要赶快拿回 或许放长线钓大鱼 长期的会有一些收入的收益跟争执哦 以上呢是水瓶座 接下我们讲到是关于双鱼座 双鱼座在工作上面呢其实是载浮载成 可能呢已经正要谈合作的一个机会 却被婉拒甚至延迟影响到后面的一个诸多计划 当然也有可能是多方的资金呢不足跟想法 与你原本合作或者是工作形态有所落差 或许这是一个重新检视自己不足的一个机会 当然也有可能有其他的人想来谈合作 甚至有一些新的计划 让你觉得好像更适合 这个月不是一个特别马上要做决定的一个时机点 眼前呢虽然有一些难关要走 但是呢同事伙伴呢并没有想象中的一个志同道合 其实你也不用委屈或者是就觉得好像他人不够去重视你 其实呢这危机就是你的转机 这也是一个转换方向的一个时间点哦 人际关系呢如果你想要有一些突破的话呢 甚至你一直挂念着某位的一个朋友 但是呢却选择找不到机会跟对方去交流 其实呢对方只是因为工作忙碌 或者是说两个人之间的友情才会因此才会如此平淡 既然你们是好朋友就打开心房去调整一下 或许呢人际关系就误会就解开哦 在感情上面来讲有对象的呢 两个人或许会因为远距离 或者是因为盲目不常相见 然后因此呢却是越离越远的现象 关系上有一些不稳定的状态 那状况呢其实不如其中的一个和谐 当然呢你可以趁着一些年节呢带着对方去走走 或者是跟你的家人呢有一些交流 或许关系上会有所进步跟突破哦 在单身的人来讲呢 或许你该出去走走多参加社交 或者是联谊活动 有机会呢透过一些互动的相处 认识火山星座 狮子牡羊射手的对象 对方对于你非常的热情 非常的积极 两个人的关系的互补呢 其实呢你们也会非常的开心 或许在情感上的突破 有一些机会哦 在财务上面来讲 资格愿的不利于所有的投资 当然也有可能是任何的投资项目有卡住的现象 对于金钱的渴望跟期望很高 但是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点 建议多观察研究市场的一个状态 再投入 金钱的状态呢其实不是非常的一个理想 有可能会有卡债啊或者是赔钱啊 建议呢还是以保守为一 以上是双鱼座的整体运势